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在7月30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那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恭喜大家 在大盤指數繼續高檔震盪之下 我們的快打當中操作 今天採取先賣後買的策略 鎖定的這個標的 今天只有一檔2448的經電 早盤看到一度有大單敲進 但是後繼無力 動能指標也出現 轉弱訊號出來之後 建立先賣後買 這是在早上10點39分的時候 通知所有會員配 經電 技術面 轉弱訊號出現 12價33.8 當然這個價位是當時寫錯 所以後面馬上補了一個 這個更正 應該是38.8的價位 現股要來先賣 停損設好 目標也設好 這是早上的一個經典 股價這地方可以看到 其實到了11點多的時候 都還有38.8可以讓你賣 那賣完之後 股價高檔震盪 尾盤就出現賣壓 是不是油紅翻黑殺下來 最後收在38.35 我們早上38.8賣到 尾盤在38.4的時候通知買回 小賺個四毛錢 那看起來不多 可是如果是15張 大概今天操作個50幾萬的話 今天當衝上班族 又幫自己加薪了多少 加了6000塊 累計7月份戰機 第15勝入袋了 那扣掉四次的一個敗機 跟這個手續費之後 這是今天尾盤的時候 1.08分通知大家38.4元附近 把他獲利入袋 那這個15勝入袋之後 扣掉四次的敗機 再扣掉手續費交易稅 你說這樣能夠賺多少 可是你看到 就是這樣子慢慢的 拒殺成塔的結果 這個月下來 各位投資朋友 很多人做波段 這個月都是慘賠 可是我們就這樣 發揮拒殺成塔的效果 有賺有賠 再扣掉手續費交易稅之後 目前累計獲利 還有這地方 持續在增加之中 各位投資朋友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 這個階段 其實你會發現 不是不能做 只是你有沒有找對方法 只要能夠找對 正確的方法操作 這地方快打當充 一樣能夠幫大家 累積一個不錯的獲利 好那回來談到台北股市 那今天指數會跌 跌了42點下來 最重要是什麼 很多人都注意到 上個禮拜五的 美國科技股的部分 哇 NASDAQ指數出現一個 開高走低的重挫 大跌了114點下來 那NASDAQ指數 為什麼會重挫 當然大家都說 這是英特爾大跌了8% 推特跌了20%的影響 可是這個部分 其實如果在前 這個前兩個禮拜 有看我們解盤的 應該就還記得 在7月18號的時候 那時候是NASDAQ指數 剛收盤 7月18號 7月17號 NASDAQ收完盤 18號我跟大家做的解盤 那天我特別提醒 NASDAQ拉高上去 開低走高 再創7867的歷史新高 看似強勁的時候 要注意喔 注意什麼 這個K線形態 已經出現了一個 最後吞石頂 又爭雙人殉情 那雙人殉情 最後吞石頂出來 董技術分析的會知道 這不是說馬上會反轉 但是這個已經有什麼 多頭買盤 即將耗盡的可能性 那接下來 就有可能這樣 盛極而摔 這個油牆轉弱 所以在當時我就提醒 美國科技股再上去 你就要小心 可能會盛極而摔 會油牆轉弱了 那結果這地方看到 好像在上個禮拜 還在創新高啊 可是呢 連跌2000下來 有沒有看到 急速的開始下殺 開始這個回跌了 這個部分 都符合憲榮老師 技術分析的規劃跟預測 有沒有 不只台股 美股其實也都能夠去掌握得到 那接下來我會提醒 當然大家都把美股的 這個上個禮拜五的跌勢 焦點只放在 英特爾跌了8%多 推特跌了這個 這個20% 可是對台股最重要的股票是誰 當然是在蘋果 對不對 那蘋果上個禮拜的股價 禮拜五跌了1%多 看起來不多 可是我先提醒大家 這裡要去注意 蘋果上個禮拜五 這個開高走低跌個1% 看起來不多 但是他在K線上面 你有沒有看 這是個價跌量增之下的 帶量空投吞噬出現 再加上指標 當股價來到195.96 創下新高的時候 指標有沒有過前波高點 沒有過 那高檔背離 再加上帶量空投吞噬出現 我只能提醒 大家現在都在期待 蘋概股 9月份會有新機發表 下半年就會有換機需求出來 那這次來看的話 從技術面上來看 蘋果下半年的換機需求 我認為投資朋友 你在這裡要注意 不要去過度的樂觀 我只能夠點到為止 提醒大家在這地方 好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那在指數這個地方 今天稍微做了一個回跌 拉回開屏走低 跌42點 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也不會太過於意外 那上個禮拜 就跟大家談到過 現在大盤指數的部分 已經攻過了半年線的一個大關 那可是發生一件事情 這地方大盤最近 這個地方這個量能的部分 似乎已經有點在下滑 5日均量這個地方持續下滑 那7月25號的時候 還大於10日均量 可是到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說這地方量就不對了 來看一下 這是上個禮拜五 寫給會員朋友分析日記 7月27號對不對 那天指數又漲了65點 來到11075的位置 那除了說禮拜五那天 又是一個收盤穿價拉高的方式 上漲65點 這個上個禮拜跟大家講過 這種收盤穿價拉高 都很容易有短線的回測 對不對 重點是價量結構 上個禮拜五也提醒 今天量能又急縮剩下1243例 比昨日少了79億 那整個禮拜的成交量 6706億 也比上週減少了568億 換句話說 日線周線都是什麼 價漲量縮的背離型態 而且5日均量再度下滑 跌破10日均量 換句話說 上個禮拜五指數漲65點的時候 量的趨勢又在轉弱了 所以我說大盤在接下來必須要儘速補量 多方攻擊量1470億以上 這才有機會繼續往11270高點面進 不然它頂多就是怎樣 高檔繼續會震盪的可能性最大 對不對 那今天大盤成交量有沒有1470億 沒有 今天量1250億 量不出指數再度拉回 你看繼續在高檔做震盪 這個部分也可以看到 目前大盤都符合我們上個禮拜的一個規劃 短線繼續在這個地方做震盪 區間10750到11250之間 那指數的部分繼續震盪 但是我最近都一直提醒大家 注意喔 注意什麼 那這波指數攻上了半年線 靠的是誰 靠的是幾乎台積電 這個一支獨秀讓指數就拉上來了 但是這背後已經有許多的個股 背後的大戶怎樣 趁機出貨之中 這才是最近操作上面 我們做股票的 最要去小心的地方 所以我說最近這種 有大戶在出貨的個股 一定要小心避開 那今天不就很明顯的例子嗎 今天指數來看一下 開平走低 但是收盤跌42點 其實也沒有很多啦 最主要是什麼 台積電今天收盤還是漲一塊錢 對不對 台積電繼續的撐盤 可是好多股票開始下殺 對不對 包括了穩茂 今天盤中一度又跌到跌停板 145塊 收盤重挫15塊下來 國巨今天殺到跌停做收 剩下840塊 齊立欣怎樣 今天殺到跌停做收 剩下134塊 你看指數今天沒有跌很多 可是今天好多股票殺生隆隆 那這個部分我要強調 憲榮老師不是事後諸葛 看到文貌看到國巨看到齊立欣 今天殺到跌停才跟大家講 這個有大戶在出貨 不是喔 這個我們事先其實都有先提醒大家 文貌的部分 有沒有 在5月份 那時候股價還在270幾塊 我就說這個有大戶在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抗農有回 那時候是建立賣出 建立農圈放空的 對不對 國巨7月5號這個月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 在齊立欣7月5號這個月初的時候 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這個形態已經出現一個M頭 那在這裡當高檔融券 強制回補完畢了 融資卻有2萬多張的時候 注意什麼 軋空過後即將反手殺多 建立賣出的 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到就是7月18號 兩個禮拜前 國巨那時候消息傳出來 要買庫藏股高達4500張 價位還寒到1600 說要維護股東權益的時候 我們提醒大家小心 小心當這個公司說要買庫藏股 小股東高檔因此在搶進的時候 大股東卻是在趁機出貨 所以這個部分都提醒大家 這有大戶在出貨 有轉弱走勢出現了 對不對 那你說憲榮老師怎麼知道的 怎麼知道這有大戶出貨 有轉弱訊號出來 那想學的先提醒 如果是我們貨員朋友的話 憲榮老師每個禮拜 會在禮拜一跟禮拜四 在我們的極品操盤團隊的網站上面 都有一個會員專屬影音的 一個這個實戰教學 那今天禮拜一 我們這個7月30號的實戰教學 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在繼續跟大家複習 大戶出貨跟股價轉弱的 五大賣出訊號 出現了什麼樣的訊號 你會知道大戶在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一定要趕快賣股票 那另外包括最近我們的現股當中 都是以這個先賣為主 那先賣到底什麼時機 什麼條件出現要先賣 怎麼去選先賣的股票 這個我們今天都會有實戰案例 跟大家繼續來做探討 這個禮拜會員朋友都可以收看得到 那這個如果這個還是要強調 這個部分不是要賺會員朋友錢 只要是我們一年期的會員朋友 憲榮老師都會給大家一個 個人專屬的帳號密碼 讓大家能夠在這當中實戰裡面 一邊學一邊能夠去賺錢 當然從今天的一個這個 實戰範例當中 從國具 從穩帽 從奇力心 都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憲榮老師的技術分析 不是事後諸葛跌下來 才跟大家事後諸葛找理由 所以事先就能看得出來 原來這裡有大戶出貨 有轉弱訊號出來 原來這裡已經M投出來 要翻手殺多了 原來這裡大股東已經在趁機出貨了 其實這個就是希望投資 一邊學能夠一邊 一邊跟著憲榮老師來操作 一邊能夠把自己的功力提升上來 好 那回來繼續談 談到大盤指數的部分 當然我們之前跟大家談到 接下來關鍵量的部分 要補量上來 多方攻擊量1470億 這才有繼續續牆的機會 那今天大盤指數繼續看 跌了42點 那量還是只有1250而已 跟上禮拜五差不多 這邊價跌量頻 那量頻之下 5日均量今天下滑到1299億 仍然低於10日均量 就變成5日均量低於10日均量 量的趨勢還是在往下 那外資的部分今天沒有太大動作 股票小買8億 其指跟選擇權是小賣 那進部位外資指數進多單 還是有5萬口左右在手上 那換句話說 目前大盤來看的話 可能還是這個地方 繼續陷於一個高檔繼續震盪的可能性 目前來看會是最大的 那這種狀況你說該怎麼辦呢 這就是我再三提醒大家 做股票你不能總是希望說 永遠要做大波段 其實關鍵你要看時機 7000多 我當時跟大家講拼大的 多頭火速歸隊 8000多我跟他講 這大盤進入主聲段 目標上看萬點 9000點那時候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我也跟大家講 人氣我取 繼續跟大家做拼大波段 對不對 你該做多大波段的時候 先榮老師都跟大家講了 可是很多人都在當時 懷疑 猶豫 偏偏要等到股市漲到1萬1了 到了歷史的高檔了 才要來問還有什麼股票 可以做大波段呢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你才要買股票爆波段 先榮老師有沒有早就跟大家講 這裡其實風險真的很大 對不對 你運氣好賺個一點 萬一買錯了 買到國具 買到中環 買到穩帽 買到齊立新 一樣指數在高檔震盪會重傷 對不對 所以憲榮老師再三提醒 這不是現在才講 6月初就已經跟大家談到 現在大盤上檔空間不大 但是控盤大戶 也不讓指數跌下去的時候 就繼續在這裡震盪 那這時候 為什麼要快打當充 因為大盤處於歷史高檔 買股票爆波段 風險真的很大 對不對 放空又限制很多 要強制回補 這個 現在因為當充的手續費 交易稅都已經大幅度降低 只要有一個高勝率的當充 這就可以怎樣 快速的累積活力 來發揮聚殺成塔的效果 這其實你會發現到 在這個階段 這才是最好的一個操作策略 而且當充這地方 除了我所說的盤中滿手 你不用怕錯失行情 盤後空手 你上個禮拜五看到美股大跌 手上如果抱了一堆股票 這個假日 這個週末 你好難度過 對不對 可是如果像憲榮老師 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 早上已經錢放進口袋了 晚上美股怎麼走 你不用怕 對不對 睡覺睡得安穩 再來更重要的 你可以集中火力 就像孫子兵法所說的 兵非貴易多也 唯無無盡 足以病例料敵取人而已 股市如戰場 這裡很多頭顧老師 還在跟大家講 不要怕 來趕快繼續買股票 買了一堆 很多頭顧老師 其實手上推薦的股票 一喊 喊了十檔以上最少 對不對 喊了十檔以上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 假設你有100萬的資金 那喊了十檔 你總共一檔只能買多少 買個十萬 對不對 那最近這種行情 好啦 就算有一檔股票 讓你賺個15%好了 賺個20%好了 那你買個十萬 賺個20% 這多少 兩萬塊 你的資金 一百萬放在那裡 九檔可能賠錢 一檔賺個20% 賺了兩萬 可能還不夠那九檔去賠 可是憲榮老師說 快打當衝 我們是怎麼做 我們是集中火力 對不對 這個地方每天早盤 提供最多兩檔 我說最多是最多 有可能比一檔 這個兩檔還來的少 有時候大部分 都是一檔而已 有時候這地方行情不好 憲榮老師說 多空不明 也可能休息一下 那今天就是 只有一檔股票 對不對 集中火力 那我們會依據盤勢的結構變化 建議大家先買 或者是先賣 提供清楚的進場價位 預設的停損點 預設的獲利目標 到價我們會提醒你 當天待進必定待出 所以像今天 我們就只有一檔股票 經電 早上發現 看似有大單敲進的背後 動能指標 已經出現轉弱訊號出來 所以建議大家先買 那重點 怎麼樣去有個高勝率的 當衝操作 很多人都是習慣說 看到有大單急拉就去追 那我跟大家講到錯的 你看今天早上 是不是有大單在急拉 如果你去追 今天不就賠錢了 可是憲榮老師不是這樣做 我們會觀察整個結構 今天看起來有大單在急拉的時候 我們當然不會急著出手 但等它轉弱訊號 確認出現 我們就會怎樣 建立大家 先充先賣 對不對 賣在38.8 11點多 還有38.8可以賣 後來股價這地方掉下來 開高走低 殺到翻黑 收盤殺在38.35 那時間關係 我們是在這個 一點多的時候 通知大家在38.4買回 看起來不多 15張 又有當衝上班族 幫自己加薪了6千塊起來 第15勝賺起來 對不對 扣掉4次的敗機 再扣掉手續費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集中火力 每天慢慢的拒殺成塔的一個結果之下 幫大家每個當衝上班族 繼續的加薪 那這個月已經這個地方 接近快要兩成的一個獲利囉 如果這個一成多 接近快兩成的獲利囉 才是一個月而已 如果每個月都能夠 持續這樣下去 你會發現原來這樣子 比這個做波段 可能還好賺很多 重點是風險還很小 因為你盤後都是保持空手的 你不用擔心被套到 或是被嘎到 那這部分都是我們在這個階段 會持續幫助會員朋友的地方 如果認同憲榮老師操作理念 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這地方 跟上我們的一個腳步 現在加入還可以在幾品操盤團隊 網站上面有個會員專區 學到憲榮老師技術分析的教學 那今天會員專屬實戰教學的內容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去看出來 個股有大戶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哪五個訊號出現 你知道趕快賣股票 現股當衝怎麼樣去先賣 實機還有選股方法 我們都會在實戰案例當中 來跟大家探討 這個禮拜都可以看得到 想把握的投資嗎 休息時間 就歡迎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來做深入了解 第二階段還有更重要內容 馬上再回來 運達投顧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下群推薦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孫子兵法跟大家說 兵無常勢 水無常行 能因敵變化 而取勝者為之神 股市如戰場 我也再三跟大家強調 你要在股市當中 能夠成為真正最後的贏家 成為常勝軍 千萬不要只有一成不變的戰術 更不要當個死空頭 或是個死多頭 所以死多頭 就是永遠就只會教大家 買股票 買股票 那種投顧老師 然後呢 你看到 舉個例子 像宏達店 像鴻海 有一些投顧老師就這樣子 鴻海一百多拉回來了 就告訴你這裡叫底部 可以買 跌下來繼續買 跌下來繼續買 這也是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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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反彈一下了 就跟大家講 你看我們買到最低點了 早就告訴你這是底部 前面講的都不算 只講最後一次買的 那這樣的投顧老師 能幫你賺錢嗎 當然不行 對不對 那反過來 最近被動元件大跌 又有一些空頭的投顧老師說 自己放空被動元件大獲全勝 但是你去想一想 真的他們能夠幫會員賺到錢嗎 被動元件 這一波很多投顧老師都是這樣 天天喊要崩盤囉 然後一路上都不適合停損 不斷的喊放空 從125就開始空核生糖 130 140 150 最後融券強制回補260塊 從130就開始空 最後260強制回補 你說這時候跌下來了 這種投顧老師能幫你賺錢嗎 國具500塊左右就在放空 最後1300融券強制回補 才跌下來對不對 這種投顧老師能幫你賺錢嗎 當然不行 所以我說做股票 你不能有一成不變的戰術 你要找一個專業的投顧老師 你更不能找到死空頭 或是死多頭 因為到最後 真的這些人都會害死你 那到底怎麼去選呢 這就我所說的 真正你要去找的是一個 能夠幫助你 將獲利放進口袋的 專業操盤團隊 那這個部分我會跟他說 憲榮老師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你看到憲榮老師 該做多的時候 我們全力拼大波段 過去兩年7000 8000 9000 1萬 憲榮老師全力鎖定在什麼 車用電子 對不對 裡面包括自身科 從60幾塊 帶著會員朋友 掌握倍數利潤 包括美其馬 40幾塊 幫會員朋友掌握1.5倍的獲利 對不對 這都是我們帶著大家 該全力做的時候 大波段操作的成果 可是該放空的時候 去年11月10882的高點 今年1月份 11270的高點 憲榮老師都是建議大家 鎖定像這個 金電這樣子 有大幅出貨 轉弱訊號出現的個股 對不對 金電那時候 61塊多 第一趟放空 第二趟 54塊多 再度的一個放空 對不對 兩趟這地方 都各賺了7萬塊左右 這個10張來算的話 全部大獲全勝賺起來 有沒有 該放空的時候 我們也空軍起飛 可是現在這一段 這一個盤勢 我再三跟他講 大盤指數現在 暫時跌不下去 可是呢 長空危機又沒有化解 買股票風險又很大 那怎麼辦 所以我說嘛 快打當衝 這才是這個階段 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我們不要去貪多 我不會像其他投股老師 每天一堆股票 讓你自己去設飛鏢 我們每天就提供大家 最多兩檔 有時候我們就自己有一檔 像今天就有一檔 經典對不對 會依據盤勢的結構 盤勢好 我們先買 盤勢不好 我們先賣 那最近你看到 憲榮老師都是先賣為主 沒有錯 因為盤勢不好 對不對 給大家清楚的進場 價位 預設停存點 獲利目標 到價會通知你 待進必定帶你出 那這個月下來 累計就是這樣子 從7月2號新巨科 7月3號強茂 這地方一檔一檔的光磊 一檔一檔的這個中環 包括了7月11號光照 7月12號陽明光 7月16號齊立新 對不對 7月17號雅光 就是這樣一檔一檔的 7月17號的耀華 還有包括7月19號的仙境光 慢慢的巨沙城塔 累積財富下來 12勝 有沒有13勝 到14勝 到今天的經典 已經第15勝入代了 那有賠的我也都跟他講過 這個月四次敗基 累積下來15勝 4敗勝率高達79%之下 繼續的幫每一個會員朋友 當一個快樂的當中商班族 繼續加薪之中 認同我們操作理念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 待會休息時間 就指名加入我們的幾品操盤團隊 現在加入還可以分享到 憲榮老師的一個技術分析的一個功力 想把我的投資朋友想深入了解的 都歡迎跟我們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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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